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回到家介绍的是一部 认构情深的电影 灵犬雪莉 蒂安和爷爷一起生活在美丽的阿尔卑斯山脚下 这里白雪矮矮 风景宜人 空气清新 人们过着平静的放牧生活 但是最近 村子里却出现了一只野兽 不断攻击羊群 所以蒂安和爷爷上山查看 想追寻野兽的踪迹 回到家后 有一个村民被野兽咬伤了 于是大家商议逐建一个小队 把这个祸害除了 蒂安在村民找到野兽之前 见到了他 原来他并不是野兽 这是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又饿又脏 因为人类抢他的食物才攻击人 而且人们老是拿枪吓他 他一听见人的声音就躲开 蒂安觉得他肯定不是杀羊的凶手 爷爷在峡谷中暗放了不少捕兽器 希望能够抓到野兽 蒂安对爷爷说 也许羊并不是他杀的 爷爷一口咬定就是他 因为之前有一户人家 养了一只大狗 不过这户人家 不好好对待他 经常打他 不给他吃东西 后来他逃走了 就一直在山里游荡 他肯定是记恨人类 所以才偷村子里的羊 蒂安觉得 这并不是狗的错 而是虐待他的人们错了 因为担心兽家会弄伤大狗 于是蒂安在峡谷中一直呼唤他 没想到这只有灵性的大狗居然出现了 蒂安带着他去熟悉捕兽家的气味 喝他玩耍 和他一起投香肠 还给他洗澡 洗掉身上的污渍后 大狗展现了他原本雪白的毛色 于是蒂安给他取名叫雪莉 就这样 蒂安和雪莉成了好朋友 天天在山间晃荡 由于镇上来了德军主扎 山里又有野兽触摸 爷爷不放心他 天天往山里跑 于是前来查看 好在聪明的雪莉 藏到了蒂安告诉他的小木屋里 才没有被爷爷发现 这天蒂安照常 带着雪莉在河边玩耍 突然听见了几声枪响 他前去查看 发现是两个德国士兵 在射杀羚羊 由于夏季是尔卑斯山脉 本路繁衍的季节 所以这个时候 一般是尽势不劣的 蒂安气愤得上前和他们理论 但是士兵一点也不 把这个小孩放在眼里 还打算教训他 雪莉看到蒂安手欺负 立马挑出来保护他 也因此要上了士兵 蒂安赶紧让雪莉逃跑 自己和士兵一起回到了村子 德军的代表非常生气 条村民捉补雪莉 啥得泄愤 村民不敢不从 就带着一大堆人马上山了 好在是爷爷先找到了雪莉 蒂安拦着爷爷 求他不要杀死雪莉 但是爷爷虽然放过了他 奈何人多 雪莉还是被枪击中了后腿 自己也被爷爷带回家关了起来 半夜担心雪莉伤势的蒂安 偷偷溜了出来 来到了之前 雪莉躲藏过的小木屋 受伤的雪莉 果然在这里奄奄一息 蒂安只好去村子 恳求医生大发慈悲 救救他 医生答应了 在医生的治疗和弟弟的精心看护下 雪莉的身体开始有了好转 圣诞节快到了 天气也越发寒冷 山上难以觅食的狼群 盯上了村子里的羊 趁着天黑开始攻击羊群 羊被狼吓得通破羊圈 雪莉健壮就赶来帮忙赶走狼 医生听到外面的动静 也一起来查看 却滑倒受伤 雪莉在赶走了狼狮后 找来了雪桥 拉着医生来找地安求助 雪莉的一举和医生的解释 让爷爷打消了杀了他的想法 村民们吃到了雪莉 保护羊群 也开始接受了雪莉 可是自时驻扎在这里的德群 以战争为由 不断搜刮掠夺村里的物资 同时大力追捕 帮助犹太人偷渡的人 人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爷爷决定让提安和医生一家 一起偷渡到阿尔卑斯山的 另一边的瑞士避难 就在一天清晨 他们出发了 但是德军也很快发现了他们 并且派出小队追捕 医生等人打算走小路甩掉德军 但是大雪封地 倒出一片雪白 根本找不到路 帝安说雪莉可以找到 于是就让雪莉带着大家往前走 在雪莉的带领下 他们终于摆脱了德军 成功避难 影片的画面非常干净 将阿尔卑斯山脉 纯粮的美景完美呈现了出来 故事现中虽然纯杀了关于战争的复现 但是处理的也很好 没有一种肮脏黑暗的感觉 八人性中的闪光 孩子的纯洁的童心 和动物们的赤子之心 都完美地表达了出来 是一部动物主题电影的佳作 以上就是本期老婆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婆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呀 包含